快进来 咋这你可是来了 那准央中的 把鬼子衣冠带走了 啥 露馅了 咋回事啊 坐下 坐下 露馅了 我就是看见那个鬼子衣冠 和那女的滴的呱啦的 说的我也听不清楚啊 托子 钥匙呢 钥匙到手没有 钥匙到手了 不够在那女的身上呢 托子 你把刚才那个经过 说详细点 就 我不 刘儿敲锁吗 这就是将军策划的反击行动 滕村先生 我为我之前的行为向您道歉 钟左阁下 从现在开始 我愿意全身心地为您效劳 如果我能够拿到那袋黄金 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把它交到您的手里 非常感谢 陈子小姐 如果不是你 黄金也许早就堕在了小泽医朗的手里了 而且 我和滕村先生 也会死的 不明不白 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淳子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钟左阁下和我 会为你提供安全保护 你放心 你不会有任何危险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 为了正义而冒险地唇刺下践 钟左 我们是不是应该 先把那个叫狗金石都抓起来 各个急迫 好主意 好 我会先引出狗金石 另外 你们先撤掉门外的看守 我会把他们引入圈套 你们就在那儿动手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淳子小姐 你要当心啊 郑哥 我们真的可以利用这个女人吗 小泽医朗可以利用这个女人 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且 我还会好好地笼络这个女人 到时候 我会让她在司令官的面前 亲自揭露小泽医朗的罪行 我会把整个小泽家族 彻底击垮 就这么的 对啊 这不肿不肿啊 这万一这 这这这女郎子把咱都给收上去了 咱俩可就完了 这么的吧 老柯啊 你拿着这金子 赶紧先去躲走去吧 你先走 是 说得对 这样 咱们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转移 快 是那个护士吗 好多 快点进来 你回来了 没事吧 我没事 东西我拿到了 这就是那把房间的钥匙 对对对 就是这把钥匙 这就是那那那屋的钥匙 钟 钉子 打贴打老柯 咱就九妹子去 走 等等 你们先别着急 我还有话要说 那您说 还有把钥匙 不是 你们现在还不熟悉路线 如果就这样去的话 人还没救到 反而惊动了那些人 对对对 您说的说的对 还光顾着急了 把这岔给忘了 那那那咋着了 这样吧 我先带你们去熟悉一下路线 这样去人万无一失 你们再去救人 重重重重 这样咱们两个一块去 一个人就够了 人多了 反而会引起注意 怎么的 你们啊 都在这儿待着 一个人去 没事 放心 走吧 走 走 生活 老家 走 四 恐颜 当 찮 nam 是 出发 酒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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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妹呢 你真的可见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遭罪了 遭罪了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我们来救你来了 我们来救你来了 你遭罪了 我们来救你来了 郭静石 快走 快走啊 郭静石 这还钱到了 走 郭静石 小小姐醒了 姐 姐 小姐 你可算是醒过来了 你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石头呢 别担心 石头去给咱们探路去了 张大哥 是不是 又拖累你们了 小姐 你别动 你那一刀 是替我们挨的 你说说 我们能扔下你不管吗 小姐 我是真没想到 你会这么勇敢 你可真了不起 你和我们八路军一样 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你说 你说 俺像八路军 你 你就是八路军 我说的 我已经彻底稳住那帮人 他们着急救他的女同伙 不得不受了摆布 你要抓紧时间拿到黄金 如果大藏找到了他们 事情就麻烦了 这个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大藏想和我们赛跑 他跑不过我了 张大哥 你说 这石头咋还不回来呢 他不会 不会被 被鬼子给 哎呀 小小 放心吧 石头 机灵着呢 他不会有事的 回来了 姑娘 你可算是回来了 石头呢 他留在病房负责接药 让我回来通知你们 好 那这样 现在 你就把那间病房的具体位置 告诉我们吧 他特意盯住我 不让你们擅自行动 虽然他现在已经在病房里 可是病房外面重病把守 如果说你们现在行动的话 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所以最好的动手时机 就是稍微等一等 等到门外士兵换岗的时候 你们再动手 那也行 反正 越早离开这个医院越好 你们都饿了吧 吃点东西吧 吃饱了才有力气动手啊 来 来 来 吃点东西 慢点儿 再处理一下 你们要打个数多东西 快点眼啊 tioped 快点快点 你看看 快点哪 你快点 吃点东西 买来 嗯 也不 我急吗 我正准备用它 把你叫醒了 放开俺 你个鬼孙子 要知道那天 俺就一飞到炸死你了 快放开俺 车向台 放开俺 这是那间病房的方位图 路线我已经标好了 你们看 这是那间病房的 门口守卫换岗的时间 是中午的12点整 我已经想办法对你 在这个地方 问者是什么 这是人生气 对 我对我该说 我该说 我糊了 我后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我们快去快回 晓晓 我们快去快回 一定小心 报 换 你叫封小角是不是 你这名字真有意思 姑娘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俺 说实话 俺挺恨鬼子的 不过 你是个例外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救你这件事情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反正我们日本人 肯定认为我是大错特错 他们肯定会骂死我的 可是 我就是不能眼睁睁 看着商人在我眼前痛苦受罪 而我却置之不离 不去救治 姑娘 你说得对 你们日本人可真奇怪 有人受伤了快死了 还能不救啊 你心仰真好 嗯 说得好 丁子 请见 来 泰哥 没事发烧 估计就是结果了 石头 石头 我们来了 把门开开 咋没事啊 石头 你不用钥匙吗 谁用钥匙给他打开不就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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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子 是咱们出户了 你看看 这三把钥匙两个记号都没有 这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到底哪把开哪把呀 你 你这挨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忘了那个护士说的了 这锁是特制的 咱们要是查错了 这门会叫的 那不能查 那咋办呀 别着急 别着急 诚大哥 我钥匙给我 看什么 你给我吧 诚大哥 你看 行行行 还是你小子计量 快 水 别着急啊 这可以看看我的手去吧 再来一个 再一个 手去不撒啊 再来一个 再一个 再来一个 再一个 吃 吃 吃 帮我再来一个 把缝啊 小心啊 张大哥 小心啊 你腿怎么了 哦 早就伤着了 他们一直没管我 可能是骨头断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 你问我 你怎么知道 那你再来一个 那你怎么知道 你不想带我 那你带我 你怎么想带我 你来个人 我去哪里 你带我来这一个 你带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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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说我被打晕了 什么也不知道 小教 我能相信他 你能相信我吗 你救了俺的命 说啥应该相信你 相信你 谢谢你 谢谢你能信任我 那我就让他先出去了 小心啊 你要是想活命的话 出去以后赶快去找滕村 让他控制住那些救人的八路 记住了吗 谢谢你 我欠你条命 石头 石头 怎么让人绑起来了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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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看清楚的 怎么让人绑起来了 是吗 老虚 老虚 你来了 没事啊 我马上把你追过去 这儿有埋伏啊 俺不知道啥东西 咱俩后背 咱们统一看 俺都追过去了 石头 你说 会不会是 那个日本护士 把咱们给卖了 你说说 那女郎张 这就是那把房间的钥匙 不能啊 人家帮的那么多 还给小小缝缝呢 谁不得管咱了 赶紧 赶紧去管救妹子去 救妹子在哪头呢 好嘞 在哪头呢 什么 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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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老虚 你怎么来了 我来把你救出去 快 快给我解开 这儿把我出品了 快 坏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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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不好了 有两个鬼子军官 带着一帮鬼子兵 往这边来了 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双钥匙 跟咱的钥匙一样 这咋办呀 老柯 快给我绑上 快点 来 兔子 赶紧把门关上 别让他们看出来 快 快 小兔子过来 把骨头的 不是骨头的 快 兔子 快进来 坏了 他们危险了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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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有 继续 准备了 真的 真好 好大 好大 好的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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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现在怎么办 你说咱是进去还是不进去 你说再进去咱赶紧也就死了 你说咱不进去他们就倒霉了 这怎么办 行行行 把嘴披着 儿子 2 5 怎么样 感觉好点没有 我想 你对脑液白质切除术 还是很陌生 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一下神经外科手术 非常先进 包括切除 老前额叶外皮的连接组织 先用手术刀 组织里划开 再用冰锥 传透你的眼球 然后用镊子 把你的神经纤维 一点 一点地 扒出来 来 带针会帮你消炎的 你说这里边一点同情都没有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你说 他俩 他俩 他俩不会被你抓起来了吗 你说 到底会参加这种任务 你说 你说 咱要是 你不说我会逼死 你看 他就不担心咱们吗 你要担心咱们就给我收拾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睡觉吧 睡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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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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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痛苦就像洪水一样 在你的身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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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兔崽 过来 他们俩怎么出来了 石 石头还在里面呢 别着急 看看再说 他们一定就躺在这间屋子里 那我们还等什么 我立刻派人把他们抓起来 如果动静闹得太大 那屋子可就没法悄悄地拿到黄金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小心点盯着他们 我会派人去接引你 一旦确认屋子拿到了黄金 就将这些八路全部消灭 不要留下一个火口 来 就没了 听出来啊 还没事 快点 出来 这 这头呢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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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子 下 下 下 天堂 下 走 我快走 淳子小姐 你要去哪里 谁要走 我去帮将军取药 药不是应该在餐库里吗 据我所知 你刚刚从餐库出来 餐库 餐库的药没有了 所以我想去问问院长 看他那是不是有 什么 上司对我有什么怀疑吗 有话请您直说 不好意思 淳子小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要检查一下 我会不会 过后 我会不会 像冯德鑫子 ท鑫子 我会想到你了 看什么 我会想到你了 天儿 第一次 天儿 就是你了 我们的水 少佐 你应该知道我和将军的关系 请你封尊重些 既然你知道你和将军的关系 那么就请你 不要让将军对你失去信任 请注意你的行为 因为有很多双眼睛 都在盯着你 要活命就别出事了 走 丁子 这是 这是打过山人 你们一出病房他就跟上了 你们赶快投降吧 要不然等中佐找到你们 你们就死定了 走 高剑士 放开 高剑士你住手 放开 安静寒 小人 这王八蛋 坏事他干进来 留着他干啥 你们还不知道吧 大藏和藤村正在研究一个秘密实验 要拿活人的大脑做实验 要是他们成功了 我们就会有许多同志被他们摧残 成为他们的傀儡呢 你才笑 丑家们还笑呢 就是你们 要不是案发现得早 他就让你们给害死了 是 所以我们才不能让他死 但让他带着我们一起 找到大藏和藤村 干掉他们 来 你看看这手 你看看这手 走 崇总 你放走这些八路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不是放走他们 我只是 不想惊动他们 为了更好的配合陈子小姐 拿到黄金 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着想 可是这样 我的实验就无法进行 这些八路一直坚定 对于我的手术来讲 他们是最好的实验对象 丹村先生 你是研究人的大脑的 最好先让自己的大脑保持清醒 你要知道 如果拿到了黄金 那么你以后的实验 尽可随你的意愿 随意进行 那好吧 不过郑总 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些八路 我要让他们付出 赢有的代价 放心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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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小姐 事情怎么样了 钟总 我还没有拿到黄金 而且 即使我真的拿到了 恐怕也没有办法交到您手里 陈子小姐 这是什么意思 刚才我试探了一下 我只是想离开大楼 就被小泽喜霸郎给揽下了 看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监视我的一言一行 恐怕 就算我拿到黄金 也会落入小泽一郎手里 你看 你看 就应该按照我的计划 折磨那些霸露 让他们乖乖地把黄金交出来 我看什么 我看 若不是因为你犹豫不决 我们也没那么多麻烦 可我竟竟遵索了什么 你还看不出来吗 昨晚我们拿到黄金的 不是那些霸露 是小泽一郎 如果先生能早日让小泽一郎 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先生能早日让小泽一郎 那黄金 我早就拿到手了 先生 当我你该决断的时候了 他 他 淳子小姐 这件事情 还需要你的帮助